至于中台湾在台中这边 前一天出现了两位确诊者 都在台中东区石甲旺市场内工作 目前市场里面的摊贩 在经过快筛之后都是阴性 但卫生局为了避免疫情扩散 还是在他们居住的社区 设立了个快筛站 由于这两位确诊者 是五月底才从对面社区搬过来的 也因此不但这两个社区 两千多位居民都要筛检 就连附近的超市 还有超商工作人员也要快筛 大批民众聚集在社区的中庭 进行快筛 他们都是前一天 两名确诊的市场摊商 同一社区的居民 另外两名确诊者搬家 前居住的协对面社区民众 也被卫生局带进来快筛 除了在现在居住的社区 做筛检以外 因为这两名确诊者 在五月之前住在协对面社区 因此市府也要求这里的居民 也要一起过去做快筛 不只居民很紧张 因为这两名确诊者 由一人重症插管中 卫生局也担心疫情会扩散 因此扩大筛检 市长卢秀燕到现场视察 卫生局说前一天包括市场及社区 筛检了一千五百多人 都是阴性 预计能在三号将所有的两千多位居民 以及附近的超商和市场工作人员 全部筛检完毕 尽快找出感染源或潜在的确诊者 不要让疫情扩散 和新闻文靈离品信SNG谈众报道